受疫情影响 本地夜市被迫停办约两年 近期陆续回归 多个邻里在线熟悉的热闹光景 为了让国人进一步了解我国多元的夜市文化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计划巡回展 再次走入社区 通过有趣的互动模式带领公众 去探索夜市独特的历史与演变过程 来看记者陈静玲的报道 设立在三八旺公共图书馆色彩缤纷的展区 是我国夜市百年历史的精彩缩影 从照明灯具到售卖的商品 以及传统游戏与设施 即便随着时代变迁有所改变 仍是连接多代国人的集体记忆 当中也包括众所周知的户外流动游乐设施公司林可叔叔 我们可以带给家庭零距离 带欢乐去零礼 多个互动环节鼓励各年龄层访客亲自掀开有关本地夜市的历史篇章 展区内也设有互动展板征求访客反馈 以协助推动本地夜市的未来发展 类隆类隆新加坡夜市已是文化遗产计划下的第十四轮巡回展 我们选择夜市作为主题是因为我们是想呈现一个新加坡人比较熟悉 一起曾经经历过的一种共同体验 也分享一下新加坡人关顾这些夜市的一些回忆 再加深一下人们对夜市的这个了解 位于三八旺的巡回展将开放至这个月底 接下来会轮流前往大巴窑 红帽桥 盛港和玉廊西公共图书馆 鼓励更多民众加深对我国夜市文化的认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